她经常带大学同学回家小住 没想到却出了麻烦 你可是我的好同学闺蜜 你怎么会和我爸爸好上了 父亲坚决与母亲离婚 女儿恨死了闺蜜 你拆散了我的家 我就让你的下场更加的稀惨 看你还怎么美 一段飞蛾扑火般的老少恋 怎会以生命为代价 这究竟是谁的错 闺蜜成仇敌 法律讲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2012年7月的一天 南方某城市一所大学的图书馆梁 本来安静的氛围被一阵吵架声给打破了 一个学生模样的白鱼女子破口大骂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啊 想当我后妈门都没有 被骂的是一名 与他年纪相仿的红衣女子 只听那女子低声说道 我求求你了小点声 有什么话咱们出去说 哟 原来你也知道害臊啊 白衣女子冷笑了一声 接着不但没有放低声音 反而一下子把嗓门提高了八度 同学们 你们看看 就是他周灵勾引了我爸 害得我父母离婚 这一下子图书馆里那可是炸开锅了 同学们是议论纷纷 看着同学们异样的眼光 红衣女子满脸通红 眼泪刷的一下就掉了下来 低着头跑出了图书馆 白衣女子名叫蒋新田 红衣女子是她的大学同学周灵 两人大肆在读 是好的不能再好的闺蜜 可今天 蒋新田怎么一点不顾周灵的脸面 还口口声声说什么 周灵勾引了他爸 要当他后妈 按道理说 蒋新田的老爸和周灵 至少也得差个二十多岁呀 这事有点离谱 不会是蒋新田误会了吧 要弄明白这些事 我们还得从蒋新田 给周灵打的那一通电话说起 那天 在外地实习的蒋新田 心急火燎的 给周灵打了个电话 灵灵呢 你有空没 赶紧到我家去一趟吧 我爸妈又吵架了 以前你在我家住那会儿 我爸最听你劝了不是 你赶紧去看看 可别让我爸动了粗 周灵接到电话之后 答应了马上就去 可蒋新田怎么都没想到 周灵不去还好 这一去事情闹得更大了 蒋新田担心家里出事 手上转着手机 生怕错过了一个来电 可等啊 盼啊 周灵怎么一个电话都不打来呀 爸妈到底吵成什么样了 不会出什么大事了吧 蒋新田越想越着急 刚想给周灵打过去 电话响了 不过呀 是妈妈李金凤打来的 蒋新田刚按下了接听键 就听见电话那头是嚎啕大哭 闺女啊 你爸外面找的那个狐狸精 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 这也欺人太甚了 我也不想再瞒你了 那个小三就是你的好同学周灵 妈你这是气疯了吧 我是求着人家周灵去劝架的 你可别不使好人心呢 蒋新田话未说完 老妈李金凤的电话呀 就给挂了 而不一会儿妈妈给他发了一封财信过来 蒋新田一看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天哪 这怎么可能 只见一个年轻女孩 与自己的父亲蒋浩是紧紧相拥 尽管那女孩的面部轮廓不是很清楚 可是蒋新田绝对可以辨认得出 那就是自己的好同学好闺蜜周灵 看着照片 蒋新田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他紧握手机 本想立刻给周灵打过去 但转念一想 照片是妈妈拍的 这前因后果应该先问问妈妈才对 不管爸爸是不是真和周灵好上了 现在去质问周灵 肯定不是最好的事 于是蒋新田立刻和实习单位请了假 他要回家把事情弄得明白 回到家之后妈妈李金凤是一把鼻涕一把累的说 那天要不是周灵假惺惺的上门劝架把我彻底惹火了 我还真不想把你爸的丑事跟你说呀 一来想给你爸留点颜面 二来连我都受不了这种打击 何况是你呢 闺女啊 他俩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一阵子 我总觉得你爸和平常不太一样 打扮得像个小伙子不说 还经常找借口在外面吃饭 我就跟踪了几次 终于被我逮到了那个小狐狸精 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 第三者竟然是你的好同学周灵 蒋新田去找父亲蒋浩 何时 蒋浩深深的吸了一口烟说道 我和你妈磕磕绊绊的过了一辈子 老早成了冤家 强扭在一起也不是好事 以前呢都觉得你还小 怕影响了你才没跟你说 如今你也长大成人了 就索性跟你说吧 我的确是爱上周灵了 那女孩知书达理善解人意 我要和你妈妈离婚 当蒋新田听到这些话 从父亲的口中说出来的时候 他觉得天塌了 自己整个一个引狼入室啊 始作俑者是谁 无疑就是周灵 周灵啊周灵 我当你是好姐妹 你竟然暗地里勾引我爸 不行 必须找周灵要个说法 在学校的图书馆里 蒋新田找到了周灵 他一肚子怒火 全都爆发了出来 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 是不管不顾的 对周灵好一顿的羞辱 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 我们所说的那一幕 面对蒋新田的指责 看着同学们异样的眼光 周灵懵了 他恨不得找个地方拽下去 周灵哭着跑出了图书馆 蒋新田随后跟了过来 你和我爸到底怎么回事 你最好跟我坦白 否则我会让你更加难堪 我 我是真的爱上了你爸 你爸他也爱我 蒋新田本以为 周灵会百般抵赖 不会承认 可一听到周灵这么快的 就承认了 蒋新田的泪水 再也控制不住了 你可是我的好同学 闺蜜呀 你怎么会和我爸爸好上了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你让我怎么去接受这一切呀 渐渐的 蒋新田由愤怒变得悲伤 周灵反倒觉得 前面啊 还是披头盖脸的那一顿骂 让他更舒服一些 蒋新田接着问道 你和我爸什么时候开始的 到什么程度了 周灵倒也坦白 拉着蒋新田找了个安静处 坐了下来 一股脑子说出了他和蒋新田父亲 蒋浩之间的事 经常目睹蒋新田父母无休止的争吵 周灵逐渐对蒋新田的父亲产生同情 周灵看着眼前的这个 被婚姻生活折磨得痛苦不堪 暗自神上的离人 再也顾不得姑娘家的娇羞 从背后紧紧的抱住蒋浩 蒋新田无法接受闺蜜和父亲相恋 决定采取措施 我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被你拆散了 我妈整天的哭 你在这搂着我爸笑了 满怀仇恨的蒋新田 能否平息这场家变 闺蜜成仇敌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原来周灵自幼丧父是母亲赵娟一手拉扯大的 打小就比别的孩子早熟懂事 高考之后周灵凭着优异的成绩考进了省城的一所大学 和蒋新田成了同学不说 还成了闺蜜 蒋新田的家离学校不远 他常带着周灵到家中小住 周灵在蒋家的时候 总会帮着做些家务活 乖巧懂事 可是在蒋家住的次数多了 周灵却越来越觉得 蒋新田的父母并不般配 蒋新田的爸爸蒋浩 一米八的个子 英俊爽朗 自己开了家房地产中介公司 带着百十号的员工 整日里是斗志昂扬的 生意做得很不错 蒋新田的妈妈李金凤啊 人长得矮矮胖胖的不说 还是个大嗓门刀子嘴 得罪了人都不知道 而且这两个人的感情 似乎也不好 总是吵架 这不 那天晚上 蒋新田和周灵刚刚睡下不久 就听到隔壁蒋新田的妈妈李金凤 扯着嗓子大骂蒋浩 不是东西 整天都不着家 话音未落呢 又传来了东西乱家的声音 蒋新田和周灵赶紧跑到了隔壁 只见二人是脸红脖子粗的吵着 蒋新田虽说早已习惯了两人争吵 可这杂东西还是头一次见到 吓得呀 是一个劲儿的哭 好在 周灵还很镇定 他拉着蒋新田的妈妈坐下之后 赶紧就把蒋新田的父亲 蒋浩拽到了阳台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蒋浩和周灵从阳台进到屋里来了 看样子 蒋浩的脸色也缓和了不少 还把刚才杂碎弄乱的东西 全都整理好了 蒋新田心说 周灵可真有办法 爸爸的脾气那么俊 他竟然能劝好了 这个闺蜜真不错 蒋新田一个劲的向周灵打听 你和我爸说什么了 他的态度怎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可周灵却笑笑不说话 这事自己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和蒋新田说 原来就在刚刚蒋浩跟周灵说 自己的婚姻并不幸福 当年是奉了父母之命勉强结婚 婚后却一直没有共同语言 李金凤整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一身的小市民习气 可自己却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所以啊宁可天天在公司加班也不愿意回家 而在周灵看来 他完全同意蒋浩的说法 夫妻之间必须得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啊 像这种搭伙过日子的婚姻 只会带给两人更多的痛苦 半个小时过去了 周灵似乎对眼前这个40多岁的男人 有了更多的理解 不自觉的 批几的话就多说了几句 蒋浩也犹如遇到了痴婴一般 两人很是投缘 经过这次长谈 周灵对沉稳成熟的蒋浩 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单亲家庭长大的周灵 知道他喜欢上了这个男人 尽管他知道这是不应该的 可是当这种情愫萌发之后 就变得难你一直 第二天 蒋浩主动给周灵打电话 说是要请他吃晚饭 周灵不但没有拒绝 心中还有些暗自欢喜 饭桌上蒋浩说 你可比甜甜懂事多了 我把你当成朋友 你不会觉得吃亏吧 说完爽朗的笑了起来 周灵觉得那笑容充满了 成熟男性的魅力 让他深陷其中 不能自拔 被蒋浩的爱 在他的心中疯涨着 当日两人促膝长谈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而不久之后 周灵和蒋浩之间的关系 发生了质的变化 那天蒋浩和蒋新田的妈妈 李金凤又吵了起来 蒋浩实在是觉得 这女人不可领域 冲出家门之后 就给周灵打了个电话 希望能一起出来坐坐 周灵看着眼前的这个 被婚姻生活折磨的痛苦不堪 暗自神上的男人 再也顾不得姑娘家的娇羞 从背后紧紧的抱住了蒋浩 试图给他一点安慰 那一刻 周灵明显的感到了蒋浩的不安 可蒋浩越是试图挣脱 周灵却抱得越紧 直到蒋浩转过身来 两人拥抱在了一起 可是让蒋浩和周灵没想到的是 这一切竟然被尾随而来的李金凤 尽收眼底 他举起手机 将这一幕拍了下来 当天晚上 蒋家的一场战争不可避免 李金凤甚至给女儿蒋新田打电话说 这日子没法过了 要离婚 可不明就里的蒋新田 哪知道这一切呀 接到母亲的电话之后 他就求着周灵去劝劝父母 李金凤打开门 看到周灵的时候 气不打一处来呀 上去就给了周灵两句狠狠的耳光 我本来还不想把你们两个的丑事揭穿 我都替你们害臊 可你这个狐狸精 竟然还好意思 假惺惺的上门来劝降 我们田田认识你 真是瞎了眼了 我就让他看看你们这对狗男女的真面目 气氛之中 李金凤便把那条周灵鱼讲号 相应的彩信发给了女儿蒋新田 蒋浩和周灵之间的事啊 也就被彻底的揭穿了 蒋新田听着周灵讲述着他和父亲之间的情事 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实在是太难以令人接受了 就是这个女人 自己的好同学好闺蜜 仗着自己年轻漂亮 欺负了自己的亲妈呀 好好的一个家 就让这个女人给毁了 自己真是有眼无珠 而蒋新田甚至找到了周灵的母亲赵娟 当赵娟得知周灵竟然做下了这种事的时候 脸上当场就挂不住了 气得浑身直抖 赵娟一个电话就把女儿周灵叫回了家 这么多年了 对女儿周灵第一次发了那么大的火 可此时的周灵心里面全是蒋浩 老母亲的话她还真听不进去 妈 爱情与年龄身份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爱蒋浩 她也爱我 这就足够了 赵娟看着如此执拗 为所谓的爱情奋不顾身的女儿 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在2013年年初的时候 蒋新田的父母离了婚 财产对半 此时的蒋新田和周灵已经大学毕业了 蒋新田被实习单位留了下来 成了一名人事专员 而周灵也在蒋浩的安排之下 担任一家公司的行政文员 此时恢复单身的蒋浩已无所顾忌 和周灵的关系也公开化了 看着父亲蒋浩对周灵的体贴与照顾 蒋新田对周灵的厌恶和仇恨也以日俱增 曾经的一对好朋友 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 而不久父亲就宣布要和周灵结婚了 此刻怒火中烧的蒋新田又该怎么办呢 2013年3月份的一个周末 周灵又再一次出现在蒋新田的家中 蒋新田回到家 看到周灵和父亲并排坐着 气氛有些凝重 没等蒋新田开口 父亲便低声说 我跟周灵商量好了 准备5月份结婚 这句话对蒋新田来说 简直就是行天霹雳 我不同意 蒋新田砰的关上了门 把房间里的东西是一通乱砸 你拆散了我的家 我就让你的下场更加的凄惨 看你还怎么美 蒋新田无法原谅自己的父亲和最好的朋友 有恨之入骨 切肤之痛的感觉 一转眼 父亲蒋浩和周灵举办订婚典礼的日子到了 蒋新田却没有收到通知 你们不让我出现 我就偏偏要出现 而不请自来的蒋新田大骂周灵 你这是找老公还是找爹呀 我早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呀 你就是想帮大款 就是看上我爸的钱了 那一刻 蒋新田怒火中烧 尽情的宣泄着 他觉得 只有用最恶毒的一言 羞辱周灵方能解恨 这边蒋新田骂得痛快 可那边蒋新田的父亲蒋浩坐不住了 你给我闭嘴 婚姻自由你懂不懂啊 大学四年你白毒了 老爸 你有你结婚的自由 我也有我是死是活的自由 你要是和他结婚 我就死给你看 蒋浩一听这话火了 你还敢威胁我 你不配做我的女儿 蒋新田板唇相机 你老牛肯嫩草 你们两个都不要脸 父亲蒋浩 气得打了蒋新田一记耳光 而这一记耳光 彻底的激怒了蒋新田 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推倒了父亲之后 直接就奔着周林去了 我好好的一个家 就这样被你拆散了 我妈整天都哭 你在这搂着我爸笑了 今天我再要拨开你的衣服 好好看看 你到底哪里长得好 蒋新田冲上去 一把撕开了周林的衣服 周林痛哭失声 好好的酒席就这样被搅黄了 气急的蒋浩 狠狠的给女儿蒋新田一脚 而闻现而来的 蒋新田的妈妈李金凤 正好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 他哭着说 蒋浩 你为了那个女人 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对亲生女儿都能吓得了 这么重的手啊 你好狠心呢 这一脚 也让蒋新田的心彻底的凉了 他挣扎着爬了起来说道 打今儿起 你不再是我爸 你跟这个不要脸的好好过吧 随后 李金凤拉着他 离开了酒店 当晚 几个人是不欢而散 可是 让谁都没想到的是 就在第二天傍晚 竟然传来了周林的死讯 几个早起沉淀的老人在河边 发现了一具女尸之后 报了警 警方确认死者为周林 周林死亡 蒋新田母女成为最大嫌疑人 昨天大闹完订婚现场之后 自己和母亲就回家睡觉了 再也没有见过周林 蒋浩是最后一个见到周林的人 还有能提供怎样的线索 亲爱的 我打算自己走走 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未来 周林独自离开酒店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手机中的最后一段录像 能否解采死亡真相 闺蜜成仇敌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警察找到蒋浩和蒋新田母女 配合调查 蒋新田将自己和周林之间的恩怨 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 跟警察讲述了一通 而且还跟警察说 昨天大闹完订婚现场之后 自己和母亲就回家睡觉了 再也没有见过周林 而就在隔壁 蒋新田的父亲蒋浩 也向警方讲述了他昨晚的行踪 当夜 好好的一场订婚宴 还没开启就草草的收场了 剩下蒋浩周林二人 不知该如何是好 两人坐在那儿啊 一杯又一杯的喝着闷酒 回看两人的过往 甜蜜的日子似乎并不多 可惊人的不解 埋怨 甚至仇恨 却如影相随 周林是一个劲的 问蒋浩 我爱你 你也爱我 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呢 为什么 久入愁长 愁更愁 该怎么办 两个人的爱情 要何去何从呢 这婚还结不结呢 酒店打烊了 两人离开酒店之后 周林对蒋浩说 亲爱的 我打算自己走走 好好想一想 我们的未来 蒋浩知道 周林平日里啊 酒量不错 再说 酒店离周林住的地方 也不远 就答应了 可蒋浩哪里想得到 这竟然成了永别 经过警方的进一步侦查 结合监控录像 证人证言及其他证据 确认了 蒋新田确实没有作案时间 周林的死因 到底是什么 如果是被人害了 那凶手又会是谁呢 不久 尸检报告出来了 尸体解剖检验所见 结合现场勘察分析 确定 周林吸溺水性 窒息死亡 死亡时间为 订婚宴当晚 11点左右 警方初步判断 周林投合自杀的 可能性极大 在警方确定了 周林逆亡的第一现场之后 警方在附近的草丛里 发现了周林随身携带的手提包 而包里手机上留存的一段 周林临死前的视频 也证实了警方的说法 揭开了周林死亡的真相 在视频里面 周林情绪极端不稳定 对着手机哭喊的说 你们说的没错 我就是小三 就是狐狸精 所有人都不支持我和蒋浩结婚 难道 这都是我的错 蒋新田 是我对不起你 是不是我死了 你就满意了 蒋新田看完这段视频后 半天没有说话 他甚至有些字 难道自己真的太不分了吗 如果订婚宴那天 不是自己那样的羞辱周林 周林是不是就不会死 而就在蒋新田母女 内心忐忑不安的时候 蒋新田竟接到了法院的船跳 原来周林的母亲把她给告了 说是她骂死了周林 要她承担刑事责任 这是怎么回事啊 骂人不犯法吧 周林的死谁都没有预料得到 应当是意外吧 蒋新田要为此事负责吗 这里就要讲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 侮辱罪 本罪是指行为人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贬损他人人格 损害他人尊严情节严重的行为 一般的公然侮辱的行为情节轻微的不以犯罪论处 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罚款拘留 公然侮辱他人的行为只有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 我国刑法第246条规定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前款罪告诉了才处理 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在本案当中 蒋新田在公众场合对周林进行侮辱谩骂 甚至强行撕扯周林的衣服 导致其身体裸露 这种行为给周林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同时也损害了周林的人格和名誉 周林不甘忍受 最终跳河自杀身亡 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情形 蒋新田的行为依法构成了侮辱罪 法院经过审理之后 最终判决 蒋新田犯侮辱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宣判的那天蒋新田哭了 陪他一起落泪的 还有他的妈妈李金凤 蒋新田痛恨第三者周林 插足了父母的婚姻 他可怜为家庭操劳了半辈子的母亲 想保卫家庭 这都没错 可是他辱骂侮辱周林的过激行为 却也侵犯了周林的权益 周林自杀了 蒋新田也触犯了法律 而此时的蒋浩孤单落寞 早就没了往日的意气风发 他想找人说说话 却不知道该和谁去说 女儿蒋新田去监狱服刑了 周林也死了 前期李金凤对他更是恨之入骨 蒋浩知道 后半辈子他都会在自责与悔恨中度过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下期再见 网恋情人怀孕 情人母亲上门找男人算账 你就有家有业的 还在外面勾三搭四的 情人打掉腹中胎儿 却留后手 用死胎状告男人强奸 这孩子已经流产了 怎么可能再做亲子鉴定 情人母亲称女儿患精神病 原以为你情我愿的性行为 是否会被认定为强奸 网恋因祸端 法律讲堂明日播出